美国印太司令部宣布 美军尼米兹级核动力航空母舰 罗斯福号将在本周停泊于越南县港 进行军事访问 美国武汉肺炎疫情延烧 目前已经有超过100个确诊病例 多人死亡并疑似出现社区感染 美国副总统彭斯3日晚间宣布 任何人都可以接受武汉肺炎病毒检验 解除之前检测资格限制 中东国家伊拉克周三发生 首期武汉肺炎死亡病例 死者是一名63岁的当地牧师 他到院时就曾被宣告 健康状况不稳定 目前伊拉克还累计有31例确诊 安倍晋三日前接受 日本参议院预算委员会的质询 在疫情严峻之际 一场内仅有少部分人配戴口罩 安倍本人也未戴上口罩 安倍发言时多次咳嗽 全程仅用手污住 参议院的直播画面可见 安倍在9秒内咳嗽3次 随后将污住口部的手往西装裤擦 又把手放回桌面上 后方的官员见状后 连忙用手戴紧口罩 另一名未戴口罩的女官员 则露出惊恐的表情 新唐人雅海电视整理报道